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VCR新出的这个ParisEdit这个12色的小盘 传统的12色小盘 它的包装呢和它的这个粉质还有包括颜色的搭配都是严惯了他们家之前所有的12色小盘的标准 对,配色就是这样子 网上的刷色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 我觉得没有看到特别准确的刷色 目前还,我就在哥们上都给大家刷好了 然后Instagram的高清大图那之前已经给大家放上了 希望对大家有一个好的参考 好,包装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是都是一样的包装,带个小镜子啊 然后非常的compact 然后这个颜色,这种粉粉的颜色主打情人节的这个主题嘛 所以这个颜色肯定是这样子非常美丽的一个烟粉色 然后看一眼这个配色,第一眼看到第一感觉就是冷 对,因为有这么一些比较偏冷的颜色在里面啊 但是后来画在眼上画了一下,包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配色就觉得 嗯,其实就还好 其实不是特别冷的一盘 好,我们来说粉质 VCR加的粉质呢 跟之前的粉质这一盘是一模一样的 嗯,是分三种质地,是mat finish,metallic finish,还有satin finish metallic finish呢,是有这两个颜色 这个和这两个颜色是metallic finish 然后mat质地呢,就是一二三四 然后剩下的就全部是satin finish mat质地是跟他们家12色大盘的粉质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干 然后粉质相对细腻,并不是非常的细腻 但是也是很好晕染的,画在眼睛上面看不出什么缺点来 然后还有就是metallic的肯定是相对要飞粉一点 我这个小盘才用了三四次啊 就已经这个粉飞的到处都是了 嗯,刷色给大家来看吧 我就是按照它竖牌这样刷的 就是一二三四这样子刷的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竖牌 比较冷的三个颜色 一二三 然后不知道这个颜色能不能看清啊 是它很清的一个打底的一个粉色 这个粉色算是冷掉的 我今天眼睛上的妆呢 就是用一二三这三个颜色画的 因为大家看整体的它这个颜色啊 不包括这三个 上面这十二个颜色 它整体的色调呢 其实看起来是冷的 但仅仅是因为有这三个颜色 你把这三个颜色盖住之后 这盘其实就还是比较中性 比较暖的一盘 所以我画了三四个眼妆了 收到之后呢 我觉得今天就想把这个 唯一的冷掉的眼妆 画在眼睛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因为说实话 这些暖色的颜色呢 怎么画都好看 尤其是在我们这样 亚洲人的暖黄皮上 像我们这种肤色的Undertone 这些颜色怎么画都好看的 不管是它橘橘的呀 粉粉的呀 然后紫紫的呀 真的浅的都好看 但是这三个冷掉真的是就是最难驾驭的 所以我今天眼妆用这三个来画 中间这个Metallic就是很闪的一个粉 冰粉色吧 然后再加一个偏深的一个蓝灰色 蓝灰色今天做的眼尾加深了 今天这个眼妆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是不是还挺冷的 但是真的这个盘里面 就这三个颜色是冷色掉了 其他的第二列 你看就是Satin Finish的 全部都是比较暖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这一排 两个Met再加一个Satin Finish 也是比较暖的颜色 最后一排 最后一列是紫灰色 对 然后中间这个偏深的颜色呢 就是它 就是它这个颜色 它里面看起来虽然是 看起来是Met的这里 但里面是有那种晶晶的小闪片呢 所以也不是完全是Met的质地 画在眼睛上是Met的那种妆效就对了 对 好 是这三排 这四列 对 然后我想把这个盘子呢 跟我手上的另外一个盘子做对比 就是Laura Mercier家的这个巴黎裸色盘啊 Nude Provision Palette 我刚拿到BZR这盘之后 马上就想到了 Laura Mercier这一盘 因为这一盘里面 这几个偏紫灰的颜色啊 包括最后这个眼尾加深的这个紫色 深紫黑色 非常的像 然后我就把这几个相似的颜色呢 画在手臂上了 就是这一排 是Laura Mercier家的这个三个颜色 这一排是 这个Vizier家的这三个颜色 大家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你看手臂上虽然是有 细微的颜色的区别 但说实话 画在眼睛上都看不太出来 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配色 和Laura Mercier家这个配色呢 非常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购买的情况下呢 购买的推荐上 如果大家有 Laura Mercier这个 巴黎裸色这一盘了 我就其实不太推荐买 这个Vizier这一盘 因为我觉得比较重复 但是如果你就是 没有Laura Mercier家这一盘 这一盘是非常推荐买的 即使是在我们这个 亚洲人的暖黄皮上 我觉得 首先 这个暖色一定是画的都好看 像这些什么 它所有盘子 基本上都会有的这种 很通勤的颜色 换汤不换药的颜色 它最基础的颜色都有 其次你要想来点冷调了 这个也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冷调的 这三个颜色呢 跟其他的冷色调的盘子 不同就是在于 这个颜色呀 你看 就是眼尾加深的这个颜色 它还是偏灰的 而不是偏蓝的 也不是特别深 所以你在暈染起来呢 就相对容易一些 即使你暈染的不是特别好 也不会显得很脏 因为你看我的 其实暈染技术 不是特别高啊 但是我觉得 今天化这个眼妆很快速 因为只用了三个颜色 然后 就是效果我还蛮喜欢的 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Metallic 这个冰粉色 这个颜色呀 很高调 所以你把它打在 眼皮的中央的话 其实这个眼妆 大部分的颜色的定义 是根据这个颜色来的 而并不是其他的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虽然是冷 但不是特别特别的冷 对 所以它就是定义了 你的眼妆也是 是偏冷调 但不是就是完全的那种 非常冷的色调吧 所以这盘总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当满意的 如果大家有连续着买 这个VCR加的12色的小盘 那这盘我同样也是推荐的 然后刚巧 这盘也叫巴黎盘 然后Laurice Merced 加这个也是巴黎盘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巴黎那边的姑娘化妆 都是这种稍微高冷一点的 灰灰的紫紫的 就是烟粉色这样的颜色 大概这就是他们的风格吧 对 好 今天本来想涂红唇 但是因为我这个毛衫穿的 可能我觉得涂这个大红色的嘴唇 也不太合适 我就涂了一个稍微 骗玫瑰色的唇膏吧 希望这个妆面还算搭配 总体来说 这个这一盘除了冷色的 这三个不太好 搭配妆面以外 其他的其实都很好看 很好用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用了这么几次 这个盘子挺满意的 推荐大家去买 好 希望对大家有借限的作用 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另外欢迎去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